大家好 歡迎收看傑森視角 中美之間 每週都有特別多的新聞發生 為了理清這些事情 我們急需一個宏觀視角 把很多美國現在的行動 它的推動力 跟大家討論一下 這一期 我們就著重在這一點來談這個 我們知道了 從6月到7月份 當時美國政府四個高官 對中共發表了一系列的講演 特別是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在7月23號發表的對華政策演講 當時直接呼籲全世界各國與中國人民 共同改變中國共產黨的行為 從那些講話和從後面他們做的事情 我們就非常清楚 美國對中共事實上是有一整套系統的策略和計劃的 目前我們看到的美國的各種行動 其實都是那個計劃實施的一個過程 這套計劃一定是川普批准的 這點是肯定的 但是我們知道 這套計劃最開始提出人一定不是川普 川普這個人 他的背景是個商人 也是個演藝界人士 川普對中共的認識 從他競選時候的綱領來看 主要是停留在經濟和貿易領域的 目前美國對中共實施的各種政策已經遠遠超出了 經濟範圍之外 川普對中共的認識 其實也是有一個漸進的過程 從這一點 你也能看出來 川普和傳統意義上的那種政客非常不同的地方 一方面 他沒有傳統政客所背負著各種各樣的複雜的觀念 和跟他相關利益集團的影響等等這樣的問題 而另一方面 更重要的是他個人因素 就是他這個人 你要是長期跟他的推特 或者跟他的聽他的新聞發布會 你會清楚地感到 他其實是一個很直率單純的一個人 他的觀念不多 但是他的直覺非常好 他能很快地從各種信息和觀點中意識到問題的關鍵 最近 媒體爆出來一個小故事 這個小故事居然讓他意識到 川普對中共認識的一個勤募老師居然是安倍晉三 到底這故事是咋回事呢? 剛剛 卸任首相一職的安倍晉三最近接受《日經》雜誌採訪 安倍就透露 當時川普在競選總統的時候 表達出美國優先的這樣思維方式 在這個思維方式下 他透露出他計劃從遠東撤軍 而且修正日美之間的同盟這樣的關係 當時 日本的外交方面其實是很緊張的 後來 川普上任之後 安倍就跟川普經過幾輪的交換意見 特別是他拿出中國和東亞形勢的圖表各方面 跟川普討論問題的時候 川普突然問他一個問題 說 中國從何時 以怎麼樣的速度在增加軍費? 那麼 面對這個川普的問題 安倍就回答說 中國在近30年左右的時間 軍費擴張了40倍 據安倍描述當時川普的表情 川普非常吃驚 而且 安倍還列舉了中國海軍潛艇數量這些概念 大概就是暗示川普說 其實中共針對的不光光是日本 他其實所有的軍事力量還在針對 美國海軍第七艦隊 也就是說 中共的問題不僅僅是日本的問題 其實最終還是美國的問題 正是安倍這樣的一個介紹 使得川普對中共有這個嶄新的認識 那麼隨之而來的話 你們可以看到 過去這幾年 日本 一直能夠和美國 在軍事上 建立一個更加 穩固的針對中共的一個同盟 當然了 這個故事一方面展現了川普對中共認識的一個過程 另一方面讓我吃驚的也看到了 日本表面上對中共彬彬有理 本質上對中共的態度 竟然是這樣的 這一點 其實也是意料之中的 那麼最近我也聽說有消息說 好像10月份 中共的外長王毅 又準備跟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到日本去跟新的日本首相 簡易委政府要會晤 就是想爭奪日本 這個消息爆出來以後 我真的覺得王毅真是沒必要去了 上一回歐洲 人已經丟得夠嗆了 其實這次去日本 應該是很淒慘的 好了我們回來再談我們這次節目的主要話題 就是回來談美國國策這個問題 這個國策誰推出來的呢 大家都知道事實上是一個團隊 核心推動的是蓬佩奧這樣的人 但這個團隊中有一個核心人物 很多人都談到這個人物 就是余茂春 有人說呢 他幾乎就是美國針對中共這套計劃的核心思想人物 所以說呢 余茂春這個人在過去這段時間這幾個月 突然成了大家關注的焦點 星期一天晚上九點的時候 余茂春呢 突然在他的推特上發了一個帖子 這個帖子 表面上看的話呢 是一個余茂春針對中共 談中共愚蠢的一個帖子 是個個人觀點 但它展現的信息量非常非常大 這個帖子是這樣子的 就像龍中的鳥認為飛翔能力是一種疾病一樣 中共永遠不明白 美國國際聯盟背後的價值觀、規則和自由的力量 連自由世界這個詞 都讓中共感到不愉快 認為這已經是過時的概念了 中共威脅世界 同時卻怪罪世界警惕了 為什麼說這個帖子信息量非常大呢 是因為呢 它清晰地點出目前整個美國針對中共的國策 就是一句話 用普世價值結盟對抗中共 那麼這個帖子中你可以首先看到 余茂春一直用中共這個詞 這事實上呢 是和蓬佩奧各方面的講話是完全一致的 我們在上期節目談過 美國最近在國際政策上最重要的一個概念 就是開始嚴格區分中共和中國 中國人這樣的概念 那麼從認知的角度來看的話 這個推文非常清楚的點名了中共威脅世界這個概念 而且呢是中共的意識形態直接要改變自由世界 這個認知點名了一個非常清楚的狀態 就是歷史上推演中共何以被自由世界改變 這是完全不可能的 而自由世界和中共是不可共存的 那麼最重要的是第三點 從實施層面來說 從實施層面來說 這個帖子清楚的告訴 美國努力創立一個以價值、規則和自由為基礎的對抗中共的新聯盟 這就是一個具體的決策 自由、規則、價值 這事實上就是目前的普世價值 它能夠在更多的人內心中喚起共鳴 遠遠比中共以經濟利益為基礎結盟的那種感觸力更大 我們知道了就是如果在這樣的一個大的視野下 在這樣的一個最基本的一個視角下 你回頭再看美國最近所做的一切事情 其實都是在這個框架之下做的 你就比如說 聯合日本、澳大利亞、印度在南中海實施的各種軍事演習 五眼聯盟之間針對中共的各種信息共享 蓬佩奧和中共前一段時間在歐洲的外交博弈 蓬佩奧對東盟國家前一段時間在視頻講話中 大膽的鼓勵東盟國家對抗中共 美國承諾給予保護這樣的講話 我們在傑森快評中談過這個話題 而且在前一段時間我還談到了 國務院針對湄公河下游五個東南亞國家 加強他們的合作夥伴關係 另外還包括美國和臺灣最近的關係迅速升溫 以及美國在中東以以色列和阿聯酋和平協議為框架 孤立中共和伊朗等等一系列政策 其實都在這個框架下實施的 美國為什麼一定要建立這個聯盟呢 主要是兩個原因 第一個是減少給中共的輸血 經濟上的輸血 我們知道了從18年開始中美之間實施貿易戰 而貿易戰是一個長期慢效應 整個它的目的是想 使得產業鏈搬離中國 但事實上呢 這個過程要拖很久很久 那麼更短更直接的方法 事實上是美國現在實施的一系列的方法 就是從供應鏈的上游直接截斷中共關鍵企業的技術供應鏈 這一點上就需要全球配合 雖然美國它有這樣的實力 比如說全球其實各個重要的產業 它都有美國元素 美國有這樣的能力 比如它法律上規定 只要是有我美國元素的產品 我都要求你不許給中國這些企業賣 比如包括華為 但是這畢竟是一個法律的約束 你增加貿易關稅 事實上是只針對美國的企業 而且在購買一方設置某種意義上的障礙 是一個軟障礙 而你要從供應鏈的上游 讓賣方不給中共再賣東西 那麼就要求很多企業直接割捨現在的利益 這些企業如果在美國國內 美國還好辦 如果是在其他的國家 那麼就牽扯到很多有一個個人意願的問題 很多企業就有可能會在 我的產品到底包含不包含美國元素 或者包含的量是多少等等跟美國撤皮 所以說在這樣的情況下 真正要有效的實施 孤立中共 就一定要產生更大的聯盟 換句話說這個政策不要顯得只是美國針對中共的政策 而事實上是一個全球有共同價值觀的國家 共同針對中共的政策 我們可以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就是芯片這個事情 我們知道芯片它現在已經是個必須基於全球產業鏈的一個東西了 中共一些企業比如說華為 它面臨美國對它高級芯片的限購這樣的問題 特別是7納米或者未來的5納米這樣的芯片 現在台積電已經決定對中共斷供 而且中共本身的重要的企業中芯國際也在進入了美國的制裁範圍之內 那麼與此同時中共就忽然開始說我們要投入上萬億 幾萬億要全民大躍進 我們要大鏈芯片 就是一定要搞出我們自主的芯片研發來 但是我說呢 你要招回董董行你就知道 這種事幾乎在10年20年都不一定能實現 原因非常簡單 因為現在整個芯片製造業這種龐大的產業鏈中 幾乎完全靠全球各個國家共同努力才能實現 你任何國家想完全實現產業鏈的每個環節 你得要無窮長的時間 投入資產應該是不可思議的 你就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7納米5納米的芯片需要一個關鍵的設備 叫做極端超紫外線光刻機 那麼知道這個光刻機目前是荷蘭的ASML公司生產的 但是這個公司也不可能獨立生產 它用的很多技術實際上是整合全球技術的 你就比如說特殊的濾鏡 那麼極光還有反射膜等等 它其實是從世界各個國家採購的 你就讓美國現在去努力的生產一個這樣子的光刻機 美國也是5年10年都不一定能生產出來的 它是一個龐大的累積技術的過程 而且是一個產業鏈綜合的過程 那麼在這樣的情況下的話 如果真正有效的從上游截斷中共 那麼就一定要一個國際聯盟 而且的話呢這個國際聯盟也能從外交上和其他軍事態勢上對中共施壓 這就是第二點 聯盟不但可以切斷給中共輸血 而且呢可以增加對中共的外部壓力 我們知道了 南海最近不管是澳洲還是印度還是英國還是美國展現出來的這個軍事態勢 還有在台灣這個問題上美國展現的態勢 其實呢都是給外部給中共施壓 包括印度現在跟美國聯盟 在中印邊界上對於中共的一些施壓 都事實上是整個這個聯盟下的一個具體的一個現象 最近新唐人電視台有一個很精彩的採訪美國參議員Tat Cruz的一段 兩分鐘的採訪 那麼Tat Cruz在裡頭回顧了 里根總統當年在冷戰的時候 鼓勵推倒柏林牆的那段歷史 那麼Tat Cruz呢以歷史為見談到 當年美國和蘇聯之間的冷淡 並沒有真正演化成熱戰 但是蘇聯共產黨在那個過程中就垮臺了 柏林牆被推倒了 那麼美國現在對於中共 此時採用的這個政策 他仍然是利用系統的方式講真相 用真相的力量 用經濟的阻斷 用外交的壓力等一系列綜合方法來擊垮中共 而且他講了一個很有趣的故事 就是美國總統里根在1987年6月12日 當時在德國針對蘇聯共產黨中央主席戈爾巴喬夫 有一個非常著名的講話叫做推倒這堵牆 這個背後有個小插曲 當時里根在做這個講演的時候 這個講演稿要給美國的國務院 要讓有關人員審一審 國務院的人呢三次 把里根對戈爾巴喬夫呼籲推倒這堵牆這句話給刪掉了 而三次里根又自己用手把這個夾回來 後來國務院的人呢 實在拗不過了 不得不去見里根說 你這樣說的有點太粗暴了 太敵對了 而且這怎麼可能呢 戈爾巴喬夫怎麼可能答應你這話推倒這堵牆呢 但是里根堅持說 這是我整個講演的核心所在 我必須有這句話 果然那個講演就成了冷戰的最著名的一個講演 那個講演直接鼓舞蘇聯人 鼓舞當時東歐的很多人 事實怎麼樣呢 兩年之後 柏林牆轟然倒塌 偉人之所以是偉人 是因為他有非凡的視野 堅定的信念 而且有為了信念持之以恆的行為 中共事實上是附在中國這個身體上的一個寄生蟲 如果國際社會能夠成功的給這個寄生蟲停止提供養料 寄生蟲扒在中國這個身體上的這個力量就會越來越弱 那麼在這樣的情況下 外部的晃動就可能使得這個寄生蟲 被從中國這個身體上 從中國人這個體系上脫落下來 而從此給中國中國人一個正常運作的一個機會 另外呢 最近還有一件事 其實跟這也是有點相關的 有一點點偏 但是有點相關 就是中共居然開始改 《聖經》 中國呢 一些學校的教科書 事實上是由官辦的一個 就是電子科技大學出版社出版的 有人呢 驚訝的發現呢 這個課本裡頭有一段《聖經》故事內容被改了 那個《聖經》故事這個科普裡是怎麼講述的呢 科普裡講述是這樣子 說呢 當時有好多人 就是準備用石頭打死一個通姦的一個女人 那麼她站在耶穌面前問耶穌怎麼辦 耶穌就說呢 那讓從未犯過罪的人先來扔石頭 聽了耶穌這個話呢 很多人就一個個溜走了 等到眾人都消失了以後呢 耶穌就拿起石頭 打死了那個有罪的女人 而且耶穌說呢 我也是個罪人 但如果法律只能由沒有瑕疵的人執行 法律就要死了 但事實上那個《聖經》故事是啥呢 當然了 我自己不是基督徒了 我沒有認真研究過聖經 我只是把《聖經》那一段又拿出來看了一看 如果我在描述的過程中有什麼不妥的地方 希望大家包涵 我是盡量按《聖經》的原文再重複 講《聖經》上這個故事怎麼講的 當時《聖經》中的故事描述是這樣子的 是說呢 耶穌正在一個院子裡給一群人布道 這時候呢 有一些律法師和法利塞人 帶著一個被捉姦的女人來了 他們就讓這個女人站在眾人面前 對耶穌說呢 老師 這個女人是在跟人通姦的時候被抓到了 那麼在律法中 摩西告訴我們要用石頭打死這樣的女人 現在你說該怎麼辦 當然了 他們是用這樣的一個問題 在給耶穌射套 為的是 作為指責耶穌的一個證據 那麼耶穌怎麼做的呢 耶穌就在《聖經》上描述說呢 耶穌彎下腰 用指頭在地上開始寫字 沒說他寫啥 但是呢這群人就不停地問他 說說 到底該怎麼辦呀 到底該怎麼辦呀 那麼這時候 耶穌就直起身來 對他們說呢說 你們中間誰沒有罪 你們就先向他扔石頭 然後耶穌說完就又彎下腰 接著在地上寫字 這時候呢 聽到這個 耶穌這麼說的人就開始一個人一個人的慢慢就走了 年紀大的人先走 最後剩下 就只剩下耶穌和那個女人了 這時候耶穌又直起身來對那個女人說 他們在哪呀 怎麼沒有人懲罰你的罪呀 那個女的就回答說 是的沒有 沒有人懲罰我先生 那這時候耶穌就說呢 那我也就不懲罰你的罪了 現在你走吧 但是 你從此要離開你罪惡的生活方式 這是這個聖經上我看到這個故事 中共在他描述的這個故事中 核心扭曲了兩點 一點 在中共的版本中 耶穌說自己是罪人 在聖經中沒有這個說法 第二個 是說耶穌打死了那個女人 用石頭打死那個女人 事實上是沒有這個事 聖經是沒有這個記載的 而這兩個扭曲事實的過程 都是極端極端邪惡的 那為什麼中共要這麼做呢 因為中共非常清楚 自己歷史上 沾滿了中國人的鮮血 手上沾滿了中國人的鮮血 而此時此刻 中共在執政過程中 也是用殘暴的方式 在統治中國人 不光是漢人 其實各種少數民族 整個中國大地那一片人 都是中共在用殘暴的方式統治的 歷史上 中共事實上 是在信息上 教育上封閉 讓老百姓不知道這些事 但是在過去這幾年 隨著互聯網的廣泛傳播 雖然中共在互聯網 反覆控制 但是它也擋不住 中國老百姓陸陸續續聽到了 很多中共歷史上的 罪惡和 現在 一些 殘暴的現實 中共已經完全 不可能不讓中國人知道 它的殘暴 那麼剩下 中共能做什麼呢 那它能做的就是 扭曲人的邏輯 和 價值觀 在中共 扭曲 這個版本中 中共在潛意識中 把自己擺在 在耶穌的角色中 為了達到這樣的一個目的 它就不惜 把耶穌按照自己 骯髒的狀態再描述 因為它知道自己有罪 它讓耶穌說自己有罪 它用殘暴的方式統治中國 那麼它就讓耶穌 用石頭打死了女人 而且 藉口是 我在維護法律 實際上 中共就是這麼做 我們都知道了 這個事實上 每個已經比較成熟的人 他事實上都是按照自己的觀念 來 判斷是非好物的 但是很少有人去追問 自己這個觀念最開始是如何形成的 很多時候你可以看到有些人 甚至不惜用生命去維護他的觀念 他卻沒有意識到 他那個用生命維護的觀念 卻是別人在他很小的時候 在他沒有任何觀念的時候 在他大腦中植入的 這也就是為什麼對於年輕一代的教育 在任何國家任何地區都是極其關鍵的 那麼中共現在 對於年輕人的教科書 是如此教導的 而且呢 在網上也是信息 非常精緻的控制 你就從根據這個 聖經故事你就可以看到 80%是事實 但是關鍵的20% 卻扭曲了 而這個扭曲的那一底 那個20% 卻完全 給中國人塑造出一個 與普世價值格格不入的 一個世界觀 一個 審視世界很多事情的標準 你要是從這個視角來觀看現在很多中國大陸人的表現 你也許就不是那麼驚訝 為什麼他們有的時候會有那樣的行為 而且跟他們討論的時候 他們的論點會是那樣子的 那下面這個事的話呢 其實呢我們就可以把 美國最近的一個 全球策略和 中共改聖經的事 結合在一起來看 最近這段時間呢 我可以說蓬佩奧是可能是我看到 美國最勤勞的一個國務卿 這一周國務卿可能又要往一些 地中海周邊國家 希臘了 意大利了 克羅地亞了等等 又要去訪問 增強雙邊關係 可能也進一步在實施我們剛才談到的 美國目前的這樣的一個國策 而且呢他要特殊訪問一個地方就是 羅馬教廷 就是梵蒂岡 但是呢 今天就在好像昨天晚上今天突然爆出來一個消息說 蓬佩奧訪問梵蒂岡但是教皇呢好像不準備見他 這是怎麼回事呢 因為呢大家都知道蓬佩奧為啥要訪問教皇 他事實上呢是想阻止 教皇勸他不要跟中共 蓄簽一個 這個教皇和中共在2018年秘密簽署的一個協議 據網上說呢 2018年9月 中共呢和梵蒂岡 簽了一個秘密協議 這個協議的細節目前還是個秘密 但是呢有人傳出來核心的內容 事實上是允許中共的愛國天主教會 選自己的主教 然後把名字交給教皇批准 這事實上是完全違背天主教的最根本的教義 天主教它事實上是由教皇直接 來決定各個地區 紅衣主教了 這個主教了等等這些人的任命 你政府是無權干涉的 但是呢 與此同時 特別是中共這個 所謂的愛國天主教會 你要知道他們是怎麼樣子去讀聖經的 或者他們主要的內容 你就知道 他信仰的其實是共產主義 是共產黨 共產黨是他真正的教皇 那麼 換句話說呢 這個協議是允許共產黨決定誰當主教 然後呢 指示給梵蒂岡的教皇一個 報備 其實這種方式好像已經開始在實施了 教皇方基各承認了 中國愛國教會選出的八個主教 這些八個主教其實 他以前是按判經離道 把他們逐出教會 現在居然 不但認了 而且呢把他們就再確認成主教 同時呢 中共政府也做了個姿態 也承認了 這個三個地下教會的主教 當然了就是說中國大概根據 皮尤中心的2011年的統計說目前可能有900萬天主教徒 當然大部分都是地下教會的 他們就是某種意義上講也是受了中共各種各樣的迫害 這個協議呢 事實上呢是準備在今年 2018年簽了一個可能當時是一個 臨時協議 那麼準備在今年9月份再續簽這個協議 這就是 蓬佩奧這次來著的大背景就是希望教皇不要再簽這個協議 其實呢中共和梵蒂岡之間的討論可能從6、7月份就開始了 但是呢 在討論之前好像中共是想摸清教皇這邊的底細 所以說呢在 7、8月份有一個報導說5月份中共 黑客侵入了梵蒂岡的電腦系統 再查一些重要的文件 這個報導報導出來以後的話呢 當時大家就覺得好像梵蒂岡應該已經 被激怒了應該已經停止這個討論 沒想到 這個事呢 絕對沒有阻止教皇接著跟中共 討論甚至 據說這個月就要簽約了 當然這個協議非常機密 連天主教內部的很多都不知道 比如說澳大利亞的紅衣大主教 他都不知道這個 討論這個協議到底內容是啥 可能就是有人感覺可能中間有錢的因素 不光是一個 認可不認可 中共的 地區的主教的問題 可能還牽扯 一些天主教各個地方 交的錢的利益分配的問題 現任教皇對中共的這個軟弱和親近 其實呢已經是 非常清楚了 我們知道了這個 大概他好像2019年底的時候 當時訪問日本 當時在返回的航班上 特意向記者說 他說 他說我有著意識真的想去中國 我很想去北京 我特別喜歡中國 而且呢好像 大概今年7月份的時候 當時不是我們知道 中共 確立了一個香港的國安法 完全毀壞了香港的自由 那麼原定計劃呢 方基克就是教皇了 在聖彼得廣場每週一次的祝福活動中 他的講演稿中實際上是有意 一段話專門針對中共破壞香港 自由 設立國安法 而發表的一些評論 但是教皇真正讀的時候 卻沒有讀那句話 當時就這一點 就引發了很多爭議 而且呢 教皇 在稱讚從中國獲得的醫療援助的時候 卻絕口不提從台灣獲得的相應援助 這個 梵蒂岡事實上是第一個承認台灣的 所以說呢 現任這個教皇 本身就是 跟中共很有點問題 而且呢 8月8日 當時全世界各個 宗教的一些領袖 比如說猶太教了 佛教了 穆斯林教了 基督教了 大概有70多個 信仰領袖 專門簽了一個聯署聲明 就是譴責 中共針對100萬 維吾爾族關押的事情 這個教皇 方濟各 就拒絕在上面簽署 所以說呢 澳大利亞的紅衣大主教 教博克 去年4月份的時候 就明確說了 說現在呢 梵蒂岡真的是出了嚴重的問題 這一次呢 蓬佩奧呢 專門去建他 其實就是勸他不要簽這個協議 因為啥呢 因為這個協議 會根本上損害 整個天主教 的道德權威 當然我們知道了 教皇不見就意味著 說不了 好了 總結來看的話呢 美國建立的是一個 以价值為基礎的世界 反共同盟 而中共同時對應的 是一個以利益為基礎的 反美同盟 不會每個國家 每個團體 都會加入美國這個同盟 但是每個國家 每個團體的態度 卻像一面鏡子 照出了這個國家 這個地區 這個團體的真實面貌 好 我們今天節目就到這裡 以後有空再跟大家聊 希望大家訂閱 傑森視角 因為還在摸索中 節目可能出的不規律 訂閱頻道的時候 一定要記住 按那個小鈴鐺 這樣才能保證 你隨時 能收到我最新的 個人點評節目 我們